对于近视矫正手术而言,目前已被广泛应用的有雷射、俗称半飞秒、权飞秒和ICL可植入式隐形眼镜。 其中雷射与权飞秒均是利用雷射原理,根据患者近视度数来打薄眼角膜。 就是在改变角膜它的度数,近视闪光或者是原视。 但雷射手术的弊端在于术后可能会引发短时间内的肝眼症状况。 刚做完手术的一段时间,眼睛会有点干,然后第一员工泪一眼,然后用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会感觉好很多。 而权飞秒则是在雷射的基础上实现了手术的微创化,更适用于肝眼症患者,但同时医师对此也有另外的看法。 第一个呢,对于200度这么简单的近视,它取得薄片太薄了,以至于在取出可能会断掉,或者是不好取,这是第一个。 所以近视很浅的反而会有风险。 第二个呢,近视很高的,1300、1400的它要取很多,那当然越厚越好。 可是呢,它的精准度可能至少现在很多的事情在还没有说高度近视1300、1400它可以做,这是第一个问题。 也就是说,它可能局限在六七百度,八九百度,做这样来是比较理想的。 ICL是目前较为安全高端的近视矫正手术之一,除价格高昂之外,与雷射不同的是,它通过微创手术将晶体植入眼睛,不必接熟眼角膜并可随意将晶体取出。 故多适用于高度近视,角膜胶薄的患者,但其疏后也有白内障的风险。 第一个,角膜内皮的确有一点受伤,导致这个角膜的功能下降,所以就变得有点浑浊。 第二个呢,我们也发现真的很多人呢,它往后原来很清澈的水晶体,那么它就变成浑浊了,那就是所谓的白内障。 就呢,你为了做ICL,后面白内障发生,你还是要花一个时间跟精神,甚至要花一点费用,是把原来的水,这个ICL拿掉,都还是回到白内障趋光手术的部分。 记者王雪全报导 记者王雪全报导